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大家知道minecraft有多少生態域嗎 自從1.18之後 又刪除了25個雜七雜八的變種之後 目前大概有50幾個生態域吧 其實多少個我也不清楚啦 探險時光在1.18要求是要走到50個生態域 對 至於要找什麼 我這邊就不特別講了 我今天要講的是 即便有這麼多生態域 對玩家來講永遠都不夠啦 今天秋風講5個玩家最想新增的生態域 首先第5名是我們巨人生態域喔 投稿的玩家說啊 那個官方的幻想生態域太少了 只有一個蘑菇島 其他都是現實生活中有的喔 希望新增這個巨人生態域 在裡面什麼都巨大化 像是巨大化的草 巨大化的樹木 然後在晚上那些怪物因為是巨大化的 所以也不會注意你 你就像個蟲子一般啦 在不一樣的地形還可以有一些變種 像是在雪地還會有雪地變種等等的喔 這篇文章有夠長的 那個官方有在考慮 不知道會不會加入啊 這個幻想生態域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們的第4名是 魔法森林生態域 裡面有巨大的樹木 巨型的蘑菇 還有仙女在裡面飛來飛去 好像木光森林喔 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 官方真的有在考慮這件事情喔 那個目前這個提案在審查中 對 很有可能在1點20 1點21就有機會加入了 我們的第3名是我們的櫻花林喔 櫻花樹林 那個我也很希望櫻花加入minecraft裡面 很想在我家後面這種一大片的櫻花 被櫻花包覆的感覺 最好還會有那種 那個葉子飄落櫻花雨飄落 哇那就更棒了 這裡還沒有飄落嘛 希望官方能做出那種落葉感 嗯 希望啊 我們的第2名是 綠洲生態域喔 在minecraft裡面 沙漠就是沙漠啊 沒有綠洲啊 那個村莊應該在綠洲旁邊才對啊 那個綠洲還希望有棕櫚樹 對 希望有 旁邊再長一些蘆葦在旁邊 真的蘆葦喔 不是甘蔗喔 希望啊 然後那個所有的村莊 要聚集在綠洲旁邊 這樣比較對 沙漠不應該有那些怪怪的沙漠村莊 那些沙漠村莊應該要聚集在綠洲旁邊才對 對 官方 官方 也有在考慮綠洲這個東西 對 考慮中 也是希望以後會更新啊 我們的第一名就是 火山生態域喔 這個還要解釋嗎 就是有火山 然後有岩漿流出來 旁邊有一些黑色的石頭 火山岩 玄武岩 之類的 這樣講起來 跟地獄有80%像 在主世界的地獄 應該可以這麼形容吧 總之就是長這個樣子 火山嘛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那個 minecraft 沒有這種東西喔 希望會新增啦 對 也獲得 最多玩家的支持 以目前來講 以上五個你最希望的是更新哪一個生態域呢 還是希望官方更新1.19不更新的白化木森林呢 官方又不更新了喔 每一次講一講 講完之後就算了 那個 不抱怨了好不好 期待之後的改版 會出現上述的生態域 官方 那個剛剛講的 有一些官方真的是在考慮中啦 希望會加入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